大家好,我是Kyaku 大家好,來到6月 在這條影片的開始,我要先多謝大家 沒錯,因為在5月的時候 我youtube的訂閱人數已經超過了100個 好耶 雖然不是很多,可能對比其他youtuber 我只有100個 但你們每一個去訂閱我和Like我的影片的人 甚至乎在下面留言給我的人 我也是十分之十分之多謝你們 因為要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可以有動力 繼續拍更好的影片給大家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拍更多有關日本文化的影片給大家 希望我們有時間可以做這件事 另外在這裏 我也要多謝IG有follow開我的朋友 因為IG的followers都突破了1000 好耶 實在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接下來會多點留言給我聽 可以告訴我你想看什麼影片 又或者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可以當跟我聊聊天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我又不知道自己拍的影片大家喜不喜歡 又或者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來到這個月 我有一件事是很想做的 就是在這個日常的單字篇 我希望每一個月的頭一個禮拜 都會介紹一些關於香港的日文單字 那什麼是關於香港的日文單字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試過在google想找一下 譬如尖叉咀 旺角 或者雞蛋仔 蛋撻 那些的日文到底是怎樣說呢 但是在google上面 不是很容易找到這些單字 所以有時候很想試一下 譬如說雞蛋仔的日文 但是我都不懂的 那所以呢 我這裡就希望透過影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懂得的香港的日文單字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首先說一下香港的地方名字 是怎樣說呢 那首先香港這個地方呢 就是香港 香港 好 然後第一個要說的呢 就是很多人都喜歡去的尖沙咀 尖沙咀的日文呢 是 然後搭過兩個站呢 抱歉是三個站呢 旺角呢 是叫做 好 那如果你是喜歡去買動漫的話呢 那有間商場是這個地方的 或者很有名的廟街呢 都在這裡的 那這裡呢 就是油麻地啦 油麻地 油麻地 然後呢 我們搭一搭船 那個海去遠一點的地方呢 上環呢 是叫做 上環 上環 然後搭過一個站呢 那個中環呢 就是叫做 センタラル センタラル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的高級的餐廳 或者西餐廳呢 就是這個 SOHO區 SOHO區的日文是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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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或者你很喜歡 喜愛夜店的話呢 你就一定會認識這個地方啦 就是 南海房 南海房 然後呢 香港人一定很熟悉這個站啦 因為每次下班時間呢 你一定要等幾班車才可以上去的 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金鐘 ADOM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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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很多的展覽呢 都會在以下這個地方舉行的 就是 湾仔啦 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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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旺角之外呢 這個地方呢 也是很多人喜歡走的 就是 銅鑼灣 KOTU UEBE KOTU UEBE KOTU UEBE 好 那以上十個呢 就是我今個月想介紹給大家的 香港地方名啦 在下個月呢 我會繼續說另外一些香港的地方名給大家聽的 那以上的資料呢 是我在日本特地買書回來看的 那可能那個發音上面未必很正確的話呢 是請大家多多見諒 對啦 因為我都學習中的 也都希望如果有些朋友是很厲害這方面的東西呢 可以告訴我 教導一下我的 是 好 那就是這樣啦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不明白呢 或者是有些什麼想學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啦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的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